這裡是總統戲院 小米其中一個最懷疑的那間戲院 因為以前我住在這裡斜對面 所以這間戲院我來得最多 不過現在變成要搭電梯上去 以前是地鋪來的 很大家 隔了出去又變成鰻�liv 以前很大的位置 現在就變成迷地戲院了 終於以逆 forgot 雖然有點ación鞋調 也算是地鋪戲院 也是沒辦法了 真是 有一間戲院的 真是 真是很可惜 這裡就是我小時候住的地方 叫渣妃大廈 那時候其實不是叫謝妃 現在叫謝妃島 其實以前我小時候叫渣妃島 這條街叫景龍街 這個就是我小時候住的地方 現在這裡 看 這個黃浦招租 找到黃沙 以前這裡就是 我小時候 都開了很久了 是一間賣麻雀 直接在那裡刁黑麻雀 現在帶麻雀 我不知道會不會即直做給你看 以前這裡就即直是會做的 附近大家全部都變成這樣 都很小時候了 旁邊開了阿里山 旁邊也是吉兔 我們就一邊走 這裡是渣妃大廈 我住九樓的 現在變成了樓上舖的全部 你看 這裡全部都是樓上舖 我小時候以前 我樓上的那些就是別野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叫別野 這裡走 這裡轉彎 這裡叫 這裡叫 謝妃島 謝妃島 這裡現在變成一個535大廈 以前其實這裡 前身 大家都知道 前身 這裡就是 樓名叫中央樓 那中央樓就 跟著旁邊還有一個很出名的商場 叫 總統商場 總統商場 那為什麼呢 以前很厲害的 因為莎莎 那個前身 郭太太 就是這個總統商場裡面買化妝品 其他的 跟著現在化到豬頭 現在變得很豪華 現在變得很豪華 又賣一下 又變成了 你怎麼會洗到小時候 這裡叫 中央樓 以前叫 中央樓 以前 我小時候有一間竹舖 我小時候的炸兩條都吃 現在沒有了 去到這裡有一間 什麼燒肉半價呢 這裡呢 這間店呢 就特別的 真真正正經以前 銅鑼灣第一間投注站呢 就在這裡了 我想超過六十歲 六十歲的時候呢 現在這裡比較多餐廳 以前這裡呢 就是一間投注站來的 現在變成燒肉堡了 這樣就好了 對面就是這個世界國中心 以前是沒有那麼高的 以前就是現成迫禮工 轉出去就去大院的 天場發貨 今天我就不去那裡了 周圍看一下 接著我們又去一下 去一下現在的謝飛道 好嗎 那我轉圈再繼續 好了 又回來繼續了 那這個萬寧的延師的位置 都是總統戲院的 以前的 不過就 沒有辦法了 現在哪可以進去地步 上傷都開了很久的 是的 很少拍這些遊記 今天因為總統戲院的 就是不做呢 都影響了小米 記得很多了 那現在其實以前呢 銅鑼環呢 我這裡呢 一條渣飛道 一條 駱克道 很多人現在當然是 到時打到那裡 那裡很厲害 其實我們小時候 就沒有那麼厲害 我們覺得那年小時候 最威風就是這些 就是多東西吃啊 多東西玩啊 就在這裏去吧 然後 你記得這間頭主站 這間頭主站 真的很多年了 真的很多年了 這間米糠 我也記得很多年了 那 都一段長的日子 對不對 通常我們小時候 就經常走路走路 去到差不多探仔那裏 探仔那裏呢 去到探仔啊 一路去到尾呢 小時候就有一間 很出名的 我沒有記錯 就是很出名的 客家飯店 叫做梅江飯店 很出名的 很出名的 如果你說以前 那個年代 我想都是首屈一指的 首屈一指的 那 就是 如果你說吃客家菜 如果你是一個 比較少年級的同學還人 或者是香港人 而沒有光顧過梅江飯店 我想就 基本上就是不喜歡吃客家菜 不過那個年代 就沒有那麼多辣的食物 你看到什麼 紅蘭米粉啊 淡仔啊 沒有那麼多辣的食物 就全部都是 香港那時候不流行這些東西的 就是喜記的時候 都不是在這個位置 那你見到 周圍都是 這些茶餐廳啊 各方面的營業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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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網廣場啊 這個很久了 信網廣場都一段長的時間 之前什麼左倫有理都開過 不過都 都定不住啊 對不對 那現在 那 以前 有美心的東西 做不住啊 那 就是這個渣飛島 那麼 一過一條馬路就想 以前我們小朋友呢 一過了這條馬路呢 這條伊莉莎伯大廈 一過了之後 就是 叫做灣仔 當然沒有定名的 這些所謂的赤寸 怎麼跟 怎麼跟 怎麼成 我們不知 但是以前就是了 我們就一搬這裏 去這裏 現在這個庭學灣廣場 以前 以前 舊子就是 我年輕的時候就是鑽石 鑽石酒樓來的 鑽石酒樓 這裏有一間 不知道叫蛇和什麼 早前才撿了 現在又變了 什麼雞扒 以前 不知道叫蛇和什麼 以前這裏都是 就是比較下跌 這裏就是駱赫島 駱赫島比較 感覺好像更大些 那 駱赫灣 這裏就是以前 現在駱赫灣廣場 其實這裏就是 以前是鑽石酒樓來的 那這裏中間 中間這個十字街口呢 就會有個交通景 有座野這樣看的 這些上網 下載照片 你都會見到 那裏就是這裏了 我沒有記錯 不但如果有錯就不是了 那去到鵝頸橋那些 我反而就少去的 那這裏是銅鑼環廣場 那這裏就是大的 因為這裏對出去 天橋那裏呢 轉回出去就是 對面就是 中國國貨公司 那中國國貨公司 對面呢 就是這間玻璃園 那麽呢 就 對面就是 中國國貨公司 對面呢 就是 紐約戲院 有一家很大的戲院 就是做崩墟那些 紐約戲院 就是 紐約戲院 經常去第二期 一般是第二期 今天是黃島 收藏 第二期 銅鑼環廣場 就是那時候 研究就是 就是紐約戲院 就是做崩墟 做神界 那些很厲害的那些 那個銅鑼最 都是很 數一數二的戲院 這幾乎 又不是 有這幾乎 這個 這幾乎 就 那、這邊都多要吃的 還有 我記得 小 pela 要過馬路 我們先去銅鶴灣岸上去 其實也不是很旺的 上天橋 以前沒有天橋 明天也很多年了 以前華潤嶺開始這個位置就是扭了戲院 這個叫做軒尼斯坡 對面現在因為小時候窮 即是和人和人心態 我們就會來這裡 現在又拆了不知建什麼東西 以前的軒尼斯坡大廈 其實就是中國國國公司 小時候窮買書包 買大地牌 校衣都在這裡 這裡一直 現在主要這條軒尼斯坡 有蘇哥等等 以前很多賣衣服 我記得以前有一、兩、三間 我不同了 接著過些才是大院 我們學校去學校 我們學校去學校 一是軒尼斯坡 那時候打到 我們小時候 我不是很喜歡 以前 以前 現在跟學校說 是一級二級 到現在不做什麼 勵生 他們開車 就是林建樂家族 那時候 我記得當年就是 就是 一邊走 我們就 分水嶺 我們通常很少過 對面這裡 我們都走回去內街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住 剛才那裡叫 渣飛大廈 所以我叫渣飛道 有一個紅膽 我還不說 以前 這個就是小米遊記 那現在叫做京都廣場 我小時候沒有 小時候就沒有這樣 以前小時候 這裡最多什麼呢 就有兩間 燒臘 燒臘 有兩間燒臘 一間叫金銀島 有一間 有一間我不知道 我還記得 那 差不多到這裡了 你看到這裡 就是銅鑼灣第一間 大家羅 因為以前 原子就是我 一個同鄉透父 就是那些招招 開的飛合島 所以 就 什麼不知為什麼 他們買了 就給了大家羅的原子 大家羅那時候 那些石刻 三元 人生第一個 所謂的食飯盒 就在大家羅 剛才那裡 這邊現在變了 是不是 一向 以前很多 媽媽的朋友 都是住這裡的 通常這樓只有六層 天板 與天板 可以走過去的 我們小時候就是石刻 是的 住六樓 我小時候就是住銅鑼灣 搬來搬去都是這個位置的 所以我對這裡特別 每次回到這裡 我們感覺都很 很 特別的感覺是很 很深刻 現在這裡有一間二順 都是舊樓 這裡反而都是上樓 早年有很多書店 以前有些燒納飯店 那時候有燒納飯店 不是現在才有 其實早四十年前才有 是的 那去到這裡 跟著就 有什麼呢 有 是的 那去到這裡 那又回到我家 以前小時候 那以前走出來 因為有個親戚 朋友就經常住這裡 那現在又給了蘇度 蘇度好像是香港百貨 我沒記錯 那小時候最開心 因為我爸爸的舖 我經常在這裡做個地步 那我們揚州人 那我做個衝法 那我小時候最厲害就是什麼呢 就請我 就是有些 所謂那些系列的那些 就請我來吃 那時候這裡有兩間餐廳 一間就是 澳洲餐廳 一間叫法國餐廳 那些名字很簡單的 沒有那麼複雜的 那就 以前的 在這些位置 剛才我忘記了 剛才我住那裡 拿給大廈 還有一間麵包店叫坤山 坤山 坤山 什麼叫坤山 我小時候都不知道 我最初原來是坤山 當然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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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變成了藥妝店 那些 那些 都很多 那之前有一間 我看早十年八年前 有一間竹堡 那一間叫做貫院 那是uncle 那一間開的 那以前有一間竹堡 那裡很出名 那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 那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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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走到這裡 那今天就 當遊覽一下 那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 那現在叫東國 東國道 那以前那裡就是 天長百貨 天長百貨 那 通常都是一個 我們一個 好像一個口字那樣 繞個彎的 那 通常 對 現在變成了這個位置 那 我們現在就是通常都去這 去這裏 繞個圈 那 好啦 那今天呢 我就 來到這裏 如果大家有什麼可以 這條編道信 大家做 拍照片 拍照片 紫安大廈 幾十年了 都補冊 好啦 好啦 那今天這條片講到這裡